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王前秋 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 国胜良 亮哥 大家平安 以及前海军舰长吕施礼舰长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看最新的国际消息 当然昨天我们也提到了 最近受到了中东 之前这个地方中美地盘的较劲 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英国卫报昨天报导之后 引起了很多政坛上的效应 包括了习近平预计下周访问 沙烏地阿拉伯这个消息 预计就要访问包括首都利亚德吉达 还有规划中的新未来城市 这新未来城市号称是要花三十兆去盖的 这才是沙烏地阿拉伯最需要中国的地方 那么现在才刚刚宣布这个消息 发现有一些城市可以看到 欢迎的旗帜准备要欢迎习近平来访 当然这是不是川拿汤 不知道的画面是看起来像川拿汤的地方 那么相较于六月份拜登前去访问的时候 被形容是低调的接待 当然后来也没有打成什么 看起来比较亮眼的结论 所以当阿拉伯当地的媒体 在中友好协会联合会 发表了一个声明说 这个是在裴洛西来台湾的时间 他发表了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显然对台湾不见得是这么的支持 显然也不会是站在美国这一边 而美国的大使甚至现在说 我们还是会保持在中东的影响力 所以让特使Tim Rodkin 他11号开始也继续就往阿联酋 阿曼 沙国去访问 但是真的有这么牢靠的友邦关系吗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 其实过去本来也是反共的 曾经反共40年 从什么时候开始 为什么会弃美亲中 是有脉络可循的 起初他也是不敢偏离美国对华政策 在1955年的时候 印尼万龙的亚非会议 中国总理周恩来公开的讲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当时提了很多利多 本来沙国留下深刻影响 也想要参加的 那么包括了1956年 埃及跟中国建交 带动了叙利亚 夜门 摩洛哥 这些国家一起跟着也建交之后 也想跟进 但是却因为美国阻止就作罢了 到了1980年代 两伊战争1982年 以色列携洗黎巴嫩难民营 这个时候沙国阿拉伯要向美国买武器 重点是要防卫 可能有的这种兵凶战危 美国拒绝了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态度才开始转变 因为谁才是真正的朋友 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所以沙国计划 这个买武器被拒绝之后 现在很多的武器来源 当然来自于中国 1986年沙国的驻美大使 还两度秘密访问中国 要求出售东风相关系列的武器 哈利德亲王曾经安排 被当时访问的时候 是由当时中央军委 对不起 中共的中央军委秘书长 杨尚昆他所接待的 被形容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被做这样安排 去参观这个亲王参观哪里 中国的导弹基地 第一个享有史殊荣的外国人 告诉大家我们导弹的规划 我们的缜密的科技 我们的未来等等 让他亲自去参观这些国家重要的机密 而且从此中国决定出售四十枚导弹 还派员协助沙国操作 还进账三十亿美元以上的大笔外汇 让沙古达拉伯觉得 这个是有利益 有友情 真正的朋友 到了1988年双方决定互设代表处 最后一直到了1990年7月 才正式建交 是经过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 演变到了今天 所以当拜登去访问说 大家觉得怎么感觉亲疏有别呢 其实这个也是历史的进展 进程跟严格所发生的一个现况 帮大家回顾一下 而再看看沙国现在这个王储 他才36岁而已 为什么他就立刻可以 这个掌握大权之外 牵动整个国际的未来情势 因为他被形容暗黑王储 宫斗可以翻身的成王之路 连拜登都要讨好他 因为石油大国积极的立谋财路 他提出来一上任 就愿景2030年计划 要加强高科技产业投资 这个投资甚至短时间之内 背后有跟孙正义合作 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司的 背后的投资人 外媒就形容了 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未来 中东沙烏地阿拉伯达成了 55亿美元之多的交易 所以中国现在最大的石油 进口国是谁 答案是沙烏地阿拉伯 那么未来甚至可能 以人民币来做交易 如果根据普林斯顿大学 是美国自己的统计 9个阿拉伯国家 有多少个国家是对中国相对亲中 友善支持 那么红字这个就都是支持 相对于支持中国的 有苏丹 利班 伊拉克 等等7个国家 反而现在只有少数的约旦 跟摩洛哥相对的亲美 这个对中东国家 美国的掌控力来讲 当然是非常忧心的一件事情 而沙烏地阿拉伯 未来告诉你这个 这个是未来城 刚刚讲了30兆 这么高的金额 本来也就要靠中国协助 汪文斌说了 始终是阿拉伯 真诚可信赖的朋友 现实利益就摆在这里 所以这趟习近平 到沙烏地阿拉伯的出访 显然也成为美国最担心 而且必须要预防的一件事 丹哥 这件事是英国卫报独家 其他媒体都没有跟进 路透社去问中国外交部 他不自可否 没有否认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他如果可以在这个时候去 因为阿拉伯基本上疫情不严重 不过回国他要隔离 等于是有很多天 那因为目前是北戴河 在敲二十大的人事 还有政治报告 如果他这个时候真的可以出访 至少出访一个礼拜 那就表示他二十大全部都搞定了 这个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因为这么早 这么早 所以很多人研究中国大陆的 都会认为说他这个时候不是正忙吗 有可能这个时候去吗 所以更多人是认为可能是二十大之后才会去 不过不管怎样 一定会去 只是时间不确定 因为卫报说是下礼拜 对 马上就要出发了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有机可循啊 因为第一个你讲到那个东风三嘛 那个一九八零年那些 沙迪阿拉伯跟他买 因为那时候两亿战争啊 因为美国就是都要顾虑以色列的看法 那以色列就不准美国卖 这种导弹给这个沙迪阿拉伯 所以事实上美国在这个地方就说 有很多武器只要太先进 他都不方便卖啊 所以使得沙迪阿拉伯后来跑去找中国 那不只东风三啊 事实上后来他还陆续upgrade 买了很多东风系列的导弹 那后来包括那个军事用的无人机 那最近听说还在谈这个隐形的战机 因为美国还是不卖他啊 都考到以色列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你说为什么他会轻中离美国越来越远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美国 有更优先的目标就以色列嘛 所以我军事的武器我要卖给你 我必须考虑以色列的看法 这是第一个啦 那第二个就是 沙迪阿拉伯的原油 现在百分之二十六卖给中国 中国是第一大买家 那美国从沙迪阿拉伯进口石油 已经越来越低了啦 可能已经低于百分之五了 他要领可从加拿大买 因为运费实在太贵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贸易法则啦 因为沙迪阿拉伯总要生存啦 然后第二个第三个就是你刚刚讲的 就这个萨勒曼啊 他要改造沙迪阿拉伯的经济啊 他知道石油不能够永远都依赖这个吧 也许还有二三十年 那他要开始改造他的国家啦 那需要大量的基建 需要大量的基建 那需要大量的一些反正就是 高科技产业啊 对对对高科技产业 美国倒是可以配合一些 可是基建美国就真的完全没办法 比如说他的沙漠铁路 就是中国帮他盖好的 从这个吉达大卖家那一段 然后然后那个 他是要在红海盖那个蔚来城 就你刚刚讲的五千亿美元 那个计划那有很多项目 华为已经拿到他的除能系统的 得标了 那未来可能还有更多会投入 那这个部分美国真的就 比较南方上忙 就大量的基建 那美国传统产业都跑光了 而且今年可能如果习近平真的去 可能不只是要跟沙迪阿拉伯签 那个二十五年的长约 那个就你刚刚讲的 用人民币计价 那就挑战石油美元 而且周边的那个顺尼派的波安国家 可能会一起来跟中国签 波安国家跟中国的经贸协议 所以坦白说中国真的在波安地带 开始开花结果 这事实上已经很久了 你去想一想从一九八零年代 开始卖东风三导弹到现在多少年 四十年了 所以合作这么久下礼拜去不救也是 会不会是裴洛西之后 就是要给美国 我觉得没有那么刻意 他怎么会想到裴洛西要来 我跟你讲这个行程事实上 本来是敲定今年五月 那是因为碰到疫情 因为中国自己封城 后来中东的疫情是显著改善 所以我觉得 现在时间是差不多没有错 可是他碰到北戴河道二十大 所以如果他真的可以去 那表示习近平真的国内都搞定了 那么早就搞定 没有问题 那么早就搞定 不 因为有一些人事案 可能还是要做最后的处理 排版 是 教授怎么看中美在中东的这个权力的斗争 当然要抢地盘 马上习近平要去这一趟 所代表意义 首先我认为习近平去的这个可能性 还是存疑的 当然因为 第一个当然北戴河会议之后 二十大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他不见得有那个时间出访 那而且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政府的首脑 也会去出席二十国集团的高峰会 所以他大可以跟他在二十国集团高峰会见面 也可以解决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他是不是需要一定要这个时候出访 我个人是蛮存疑的 但我认为这个消息出来 其实要透露的 当然还是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发展正在进行 那事实上就像刚才亮哥讲 双方的这个能源的交易 其实非常重要 就在八月三号 就在八月三号 中国的中国大陆的中国石油公司 跟沙烏地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 才签了一个备忘录 双方当然不只是说是这个能源的交易 而且阿拉伯的石油公司 要在中国大陆建一个电油厂 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石油 中国石油要在沙烏地阿拉伯 帮他们建一个制造业的这个基地 所以他们的这个经济关系 还很密切 可是我觉得一般人比较疏忽 就是他的军事关系 刚才亮哥也提到就是那个无人机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是面对 他这个夜门 这个胡塞运动 他以及他所支持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夜门的政府 之间的一个内战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 面对当地的这个无人机也好 或者飞弹的攻击 他本身是需要防卫自己的 那中国大陆的这个无人机 刚好可以供应他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 因为夜门的这个胡塞运动 是伊朗的支持的 这是一个无人机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飞弹 其实在二零一四年 中国大陆就卖给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东风二十一型的飞弹 那东风二十一型的飞弹 当时有一些讨论 那后来就消失了 因为这个交易非常的秘密 为什么呢 因为东风二十一型飞弹 在中国大陆 他是可以装载这个核子弹头的 那他说你现在这个弹头 这个东风二十一型飞弹 卖到沙烏地阿拉伯去 但是他却不能够 他却只是装载这个 传统的这个弹头 这个可能吗 有这个必要吗 所以有一些人就怀疑说 是不是沙烏地阿拉伯 也在秘密的发展核武 那你看现在中东地区 以色列是沙烏地阿拉伯 传统的这个对手 他有核武 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传统的对手 他也有核武 你说沙烏地阿拉伯 有没有可能发展核武 这可能性是不低的 就算贝尔不用要有 才能对抗 因为他是领袖 他是领袖国家 他不能够别人有 他没有 所以这个我认为会 根本改变 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如果中国大陆协助 他去发展核武 现传出来是说 巴基斯坦在背后协助他 但是我认为 如果中国大陆能协助他 对他来讲是更快 更直接的一个方案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们要注意到 还有一个中国大陆 对他的帮助是什么 上核组织 我们叫上核组织 其实这个伊朗很早就 到2005年就成为 他的观察员 但拖了很久 一直没有成为 他的正式的成员 到2021年 伊朗正式成为上核组织的成员 但是现在他还在 这个程序当中 可是也在2021年 就是伊朗成为 他正式成员 那个程序启动的那一年 沙奥地阿拉伯成为 他的一个功能 他的对话伙伴 就是中国大陆很明显 很有意识的去平衡这两者 因为本来上核组织 就是中亚地区这些国家 照说是伊朗的一个 传统的腹地 但因为他们都是 穆斯林国家 所以你不能够忽略 沙奥地阿拉伯 他的代表性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中国大陆 他很明显的是平衡这两者 所以这个当然也就是 沙奥地阿拉伯需要 中国大陆的地方 但是也可以看到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一个上限 因为中国大陆跟伊朗的关系 非常的亲密 而伊朗是沙奥地阿拉伯传统的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中国大陆不可能一边倒向沙奥地阿拉伯 这也就使得中国大陆跟沙奥地阿拉伯的关系 虽然有实质的进展 而且有些是非常重要对沙奥地阿拉伯来讲 但是还是有一个 自害性的意义 就是平衡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小补一下 2014年中国要卖东风21给沙奥地阿拉伯 那个时候美国 news.com是独家报导 美国非常震惊 极力反对 因为他们就认定一定是核弹 那后来传出来是说 好像沙奥地阿拉伯不能单独决定使用 要双方合一才能使用 所以技术还是掌握在中国手里 我听说是这样 可是没有办法证实 对 美国一定有意见一定反对 反对 当然反对 因为以色列都快封了 对 军事中国跟沙奥地阿拉伯的合作 当然很密切了 讲到这其实很可惜 台湾应该跟沙奥地阿拉伯 有很好的关系 为什么 我们简单来看大漠计划 大漠计划就是我们已故的 沈一鸣总长他有参加 那这个是比较为大家所知的 比较不为大家所知的 就是海军官校的海鹏班 海鹏班一直到78年班 也就是1979年 1989年班 他还是在我们台湾毕业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 等于是沙奥地阿拉伯在中将以上的阶层的海军 他其实都是我们中华民国海军官要训练出来的 而且当初的训练 虽然他的教室跟他的生活区跟我们不在一起 可是他其实有很好的一个跟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些 我们的海军的军官有很好的交流 为什么 像那个时候他每个礼拜六周末的时候 他晚上会请我们学生总队的 那个学生去他那边用餐的 他那边用餐不用刀叉 就是友谊 对 用手 然后他吃的是什么 他吃的也不是一个西餐 他是一头羊在桌上 然后那个时候像我们学生总队去的人 当然都是比较少的 然后他还会把眼睛摘下来 那羊的眼睛 然后用那个肉包起来 然后外面包饭 来请你吃 表示最好的 然后对 然后不吃 不吃就回不来了 没有 开玩笑 我们去的时候都被 要长眼 我们去的时候都被交代过说 一定要把他吃下去 免为其难 所以我就是说 其实不只沙烏地阿拉伯 包括韩国也是这个状况 韩国当年 因为我是海军冠航八十年班 我们当年敦目远航的时候 我们去的也是韩国 我们不是只去去海军冠航 看一看而已 我们去韩国的时候 韩国海军冠航是阅兵给我们看 阅兵完之后还跟我们一起用餐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从军事交流的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来讲 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 可以建构很好的关系 那刚刚不管是 那个郑亮老师或者郑东老师 都提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东风三行的这种导弹的事情 当初这个导弹 有一种说法 也就是一九八零年代到一九八八年 打了八年 这也是八年抗战 两一战争 其实他们也都在打代理人战争 那也就是美国跟俄罗 跟当时的苏尔在后面 其实也就是让这两个产油国互打 然后反正那个美国跟苏尔在后面赚钱 可是也就是刚刚讲到说 有关于东风三行导弹 他在那个一九八七年的时候 那个中国开始卖了 卖给沙烏地阿拉伯 有这么这么刚好的吗 我从来都不相信刚好的事 一九八八年 这两国突然说不打了 为什么不打了 因为两国发现 这两国一直打 然后但是中国在后面发大财 那也就是说 因为事实上来讲 后来两一战争 也发现部分的中国武器 中国的装备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 那现在可能也来不及了